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小组 今天晚上查经分享这部分还是由我来带领 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27章 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7章27到50节 到了这里可能大家已经意识到了 我们马太福音基本上就到了尾声了 这一部分我们从这周开始我们会去查耶稣被钉十字架 这个对我们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是有很多非常难解的难题在里面的 今天算是我们第一次 我们今天就轻松一点 实际上可以说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些外围的知识 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十字架这种刑法 那钉十字架实际上这种刑法不是罗马人自有的 是罗马人从迦太基人那里学来的 学来的一种非常残酷非常恶毒的一种死刑的刑法 那在古罗马有一位演说家和文学家叫西塞罗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评价过这种钉十字架这种刑法 他这样说他说这是一种最残酷最可怕的惩罚 罗马公民甚至谈论都不应该谈论 因为这种刑法会贬低人的价值 只能是为最低贱的人设立的 那事实上也是这样 一般来讲罗马公民他是不会被处以钉十字架这种刑法 除非他是犯有这种就是叛国罪已经被剥夺罗马公民的权利了 那也是说在实际执行中一定是最最大恶极的人才会被处以钉十字架的刑法 那当时的十字架它分成几种形式 我们有据可查是三种 那第一种它像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T 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常见的 就是横幕在植木上面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那一般认为耶稣基督就是被钉死在这种十字架上 那第三种十字架叫圣安德烈十字架 它形状其实就是把一个标准的十字 它稍微颠倒了一下像个大写的X字母 那被钉的人他是头朝下或者头朝上 实际是斜着这样去钉在上面的 据说西门彼得他就是用头朝下的方式倒吊着 被悬着吊着钉死在这种十字架上 那这是一个十字架历史 那第二个需要大家了解的 就是我们在经文中可以看 耶稣基督被压到钉十字架这个地方 就是被处理这种急刑之前 罗马兵丁把他鞭打了 不管是哪本福音书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个内容 其实在当时这个是鞭刑 鞭刑是钉十字架这种刑法的人 他首先一定要去接受这个鞭刑 鞭刑我们今天已经很少很有地方还执行鞭刑了 可能大家会想一想 大家还记得有没有知道 就是说在现在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还会有鞭刑 你想一想 新加坡 在新加坡还有鞭刑 据说 有据可查的说 新加坡的鞭刑 它并不是说抽几鞭子 像我们中国古代拿出去抽二十鞭子 过两天伤痕好了 没有了 不是的 它这个鞭刑是一种特殊的鞭子 打在人身上皮开肉干 皮开肉干之后会留有永久的伤痕 这是今天的 过去在耶稣基督时代 罗马人的鞭刑更残酷 为什么呢 说他用的这个皮鞭 我们叫皮鞭 实际它不是皮鞭 它是一种武器 它是用铁丝或者钢丝拧成的 像我们今天这个鞭子一样的武器 它在这里边 它就掺杂了很多的铁片铁刺 或者那些动物的骨刺放在里边 这样这个东西就成为一个非常可怕的软兵器 它打在人身上会把人的血肉 甚至骨头都带出来 它很厉害的 所以他实际在罗马军兵去征战的时候 有些人是使用这个作为自己的武器的 这个鞭子打在人身上 它会给人造成极大的伤害 根据很多历史资料记载 被执行鞭刑的犯人 或者说定十字架的犯人 他在执行鞭刑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就被打死了 还没等他去钉十字架 他已经被打死了 那么我们在刚才说 在27章26节 说罗马冰冰把耶稣鞭打了 实际指的就是这种鞭刑 他的目的其实也是惩罚了 跟我们今天说 判谁去蹲监狱 做什么苦役 实际差不太多 都是惩戒其他你没有犯法的人 意思告诉你 这个犯法成本很高 这是鞭刑 还有我们在经文中 我们会看到 耶稣在行刑之前 还有在行刑之中 实际是两次 罗马士兵拿酒来给耶稣喝 在34节 这种酒 说是掺了苦胆的酒 来给他喝 这个酒 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一种药酒 这个药酒 不光是掺了苦胆 他在里面会掺一些麻醉剂 人喝了这种酒之后 他会麻痹人的神经 当时罗马人他允许 被钉十字架的犯人 去喝这种酒 或者说他提供这种酒 给这些犯人喝的目的 就是为了表达 我们虽然惩罚你 你罪大恶极 你要被处死 但是我们还是有怜悯之心 让你麻醉一下 不要太痛苦 那这个在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统 就是当时很多达官贵人 或者是达官贵人的家属 这些贵妇 他们经常在家里 就来配置这种酒 配置这种酒 就是表达自己的怜悯心 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做慈善 他们在犯人定十字架之前 他们就委托士兵 来给犯人喝一点 那这个就是34节讲的 就是掺了苦胆的酒 那我们看到了第48节 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实际是发出了各种痛苦的声音 在这个时候 经文中说 士兵就拿醋给耶稣喝 那这个实际上 我们可以讲这也是一种酒 因为过去都是酿造的植物酒 他做出来这种 有点酿的不好 就酸了 就变成醋了 那统称为酒 就这么说 他也是掺杂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这个不是麻醉的作用了 他的目的 人喝了这个酒之后 这种又酸又苦又涩的东西 他会让他保持清醒 越喝越精神 那他这个目的 是让受刑的人 就是你不要死的那么快 让他承受更多的痛苦 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如果再回到刚才我说的 说为什么会有十字架这种刑法 实际是统治者 一个当然是惩罚犯罪的人 让他多受一些痛苦 另外是警戒当时所有的观众 你们不要去犯罪 不要去犯法 这个代价是很沉重的 你看要忍受多大的痛苦 他实际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就是惩戒和警戒的目的了 所以我们这里边可以看 耶稣实际 他可能喝了两种酒 这是这个 那我们再说一说 十字架 被定十字架的人 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死亡 现在的医学家们研究 大家说被定十字架的人 他如果死亡 最可能就是两种原因 因为定十字架是在手腕 还有脚腕 两个脚要叠在一起 这样叠在一起 然后在这个地方打一个顶子进去 全身重量是挂在三个点上的 那这种情况之下 医学家们说 因为他全身的重量 都挂在钉在手上和脚上的铁钉上 这个会造成人极端的痛苦 因为他的重量拉住他 他全是这个地方的骨骼和肌肉 撑住他 他是不断不断的被撕裂的 这种痛苦 对人的神经系统会造成极大的冲击 就是很疼 这个人就会因为极端的疼痛 造成他死亡 实际说的直白一点 就说对神经刺激太严重 疼死了 实际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原因 因为他全身的重量都挂在上面 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拼命的支起来 把身体撑住 撑住的时候 因为极端的疼痛 他肺部的肌肉 就会剧烈收缩 这种收缩造成了人无法呼吸 有点类似于像人溺水 或者是被埋在土里面 全都埋住 肺的肌肉 他没有办法去这样来回地动 最后他就窒息了 窒息而死 我们看在福音书里边 还有这样一个细节 就是冰钉 他用长矛去赐耶稣基督肋骨 赐他肋下 这个目的是干什么 是检测这个人是不是还活着 当时 人定了十字架之后 既要让他非常的痛苦 让他保持清醒 不能疼昏过去 然后就直接死了 这不行 所以给他点酒喝 让他清醒 另外一个 也不能定的时间太长 因为下边这个士兵 什么观众 还要等到最后的时刻 所以当时的冰钉 就用这个毛去刺他 一次如果他没死的话 他就会活动 这一活动直到没死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 行刑的士兵 就会把他的脚骨打折 也就是说 把他定在脚上这个钉子 上面这个骨头给他打断 打断之后 这样人的全部的重量 就集中在手腕上 这两颗钉子了 就变成手挂住了 脚这部分 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 那这样 他就会更疼痛 然后造成了肺部 这种痙攣更厉害 这样他很快就死了 那我们看在经文中 说冰钉刺 耶稣的肋下 然后他肋下 有血和水流出来 这个学医的同学们 可能知道了 人死亡之后 大概要过一段时间 血水就分离了 所以实际上很有科学的 科学记载的 有感兴趣的 可以去查一查的 那我们今天 这是我们关于 十字架的这些背景 钉十字架的这些背景 今天我们轻松一点 我们来讲一讲 就是在钉十字架 这件事情上 圣经中 关于这件事情的预言 还有他的应验 我们知道 马太 他写马太福音的目的 是告诉以色列人 记住 是对以色列人讲的 他的读者 是以色列人 是说 你们所盼望的天国 要进了 神的国要来临了 那么神的国的来临 是通过什么到来的呢 犹太人 以色列人 他们关于这个事情 是有预言的 从旧约时代 几千年了 在他们的 我们讲说 是宗教信仰也好 在他们口耳相传的 历史中也好 非常清楚的 在告诉这些犹太人 说将来 谁会带领你们 进入神的国呢 弥赛亚 就是基督 救世主 有一位受高的 神的仆人 一个称呼啊 那么呢 他是神的 给人的这个受高者 他是一个以色列的 一个新的这种 以色列的圣者 那用了圣经中 用了很多的称呼 很多不同的名词 来形容呢 这位弥赛亚 说这位弥赛亚呢 他会来带领你们 进入神的国 所以我们看呢 当马太 他写马太福音呢 写到最后的时候呢 以前呢 他不断的 我们以前查过啊 他不断的 一点一点一点 揭示出来 他行这个神迹啊 行那个神迹啊 他讲这个道 那个道啊 都把这个目标呢 都好像这一条一条的线路 最后呢 都指到他这个人身上 说 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是实际上呢 他只是这么说 没有揭开谜底啊 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呢 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我们看呢 他集中的 把很多的旧业的预言呢 都写出来了 也就是说哈 我们去看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非常深厚的 犹太的传统 或者你对旧业圣经 非常熟悉呢 你会发现呢 从耶稣被捕 到他走上 被钉十字架之路 一直到他复活 这里边呢 几乎是说哈 每一节经文 都对应了 旧约时代的 这些预言 然后这些预言呢 都纷纷在这个里边 就实现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 看一看哈 简单的分析一下 有哪些的预言啊 那么我们从头开始啊 说耶稣被定罪之后啊 那就开始行行了 行行第一步是什么呢 在二十七章三世节啊 三世节记载呢 马太福音呢 记载的实际非常简单的 比较详细的是在路加福音 那我们看着马太福音呢 他这么说啊 他说 这些兵兵们啊 又吐唾沫在他脸上 拿尾子打他的头 这是干什么呢 这实际上呢 是就是说戏弄他 然后给他带一个荆棘的冠冕啊 然后给他穿一个袍子啊 诶系统他说你看你是犹太人的王啊 这就是实际呢 这个叫精神打击啊 那这个呢 我们看啊 如果去回到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六节啊 他再说了这么一句话啊 在这个整个这个五十章中呢 他就论述到神的仆人 说耶和华他告诉当时的这个先知以赛亚 他说呀 将来啊 哎 我的仆人要来到人间来拯救你们 那总的来讲是这样啊 那说这个仆人呢 他会出现什么事情呢 非常突兀的在以赛亚书五十章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人打我的背 我任他打 人把我撕夹的胡须 我由他拔 人辱我吐我 我并不掩面 以赛亚书五十章六节啊 那么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呢 五十章再往后连着几章啊 这个被称为呢 仆人之歌 刚才我讲到了啊 说耶和华的仆人 那现在呢 学者们都认为呢 所谓耶和华的仆人呢 他不是在指某一个 当时以赛亚时期的君王 他指的是这位弥赛亚 所以你看呢 这两个啊 很有意思 他对上了 就说 罗马兵丁真的 就兔兔嘛 在耶稣的脸上 拿尾子打他的头 然后呢 就侮辱他啊 这是三十节 到三十四节呢 这个就说到这个 兵丁给耶稣拿这个苦胆调和的酒啊 结果中说呢 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 他尝了就不肯喝 他尝了就不肯喝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酒的意思啊 就是让人麻醉 耶稣呢 他不想麻醉 他想百分之百的去承受这个痛苦 那我们看在诗篇六十九篇呢 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呢 这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 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诗篇六十九篇呢 是大卫的诗啊 大卫呢 他在感慨啊 说也是在说呢 神的仆人 在求告耶和华神 说神啊 你看啊 这些敌人怎么围攻我啊 怎么围攻我 然后他就写了一句啊 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 我渴了 他们拿醋给我喝 诗篇六十九篇呢 实际上在历史中啊 引起很多的争论啊 说大卫写这么一个痛苦的诗篇 那实际大卫他也没经历过这个事啊 他这个是不是一个过去都认为呢 这个是一个大卫像个艺术家一样啊 他充满了艺术色彩的在形容 说我在最痛苦的时候 我已经苦得不得了了 他们呢 反而还拿我给苦胆给我吃 这个叫什么黄莲树下 呃 奏苦音呢 这个 你看 然后渴了呢 别别别喝点水啊 他不但不给我水啊 拿醋给我喝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对应一下啊 我们发现呢 在这位拿撒勒伦耶稣的身上呢 这个事真就出现了 人们拿了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 后来呢 又沾了醋 让他保持清醒啊 你看 这两个事情呢 都出现了啊 然后到了第三十五节 结文中说呢 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就粘揪 分了他的衣服 那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说啊 这个犯人呢 他的财产 要归给这个 给他实行的这些兵丁 作为呢 这个兵丁呢 出这趟公差也好 干这件比较阿杂的这种事也好啊 是这个呢 作为一种报酬 这个就有点像中国古代啊 说这个柜子手去行刑啊 这毕竟不是个好事 谁不愿意干呢 那怎么给柜子手一个特别的东西呢 你处死这个人 他的东西啊 那这个都归你所有了 财物呢 福财 钱也好啊 这个衣服也好 衣服鞋帽什么 这个你都可以收走的 他是这样的 那详细的记载呢 在约翰福音中啊 就说的很清楚了 约翰福音19章23到24节呢 他这么说的哈 他说兵丁既然将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兵一份 四个人啊 又拿了他的礼仪 这件礼仪原来没有缝 是上下一片支撑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粘究 看谁得着 这要应验经上的话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粘究 兵丁果然做了这事 这是约翰的记载啊 那么我们看呢 就说应验了经上的话 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呢 是在诗篇22篇 那我们再说一个情况啊 就是在约翰福音中呢 19章啊 他记载了这个 就说 唯有一个兵用枪扎他的肋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就是我刚才讲的哈 说的试探试探 他是不是死了 那么我们看呢 诗篇22篇啊 还是大卫的诗 诗篇22篇16到18节呢 他也是哈 在整篇的这个诗中呢 他忽然说了一句抱怨的话 这个大卫说呀 这多少人围攻我 围攻我围攻我 然后忽然间说了一句 他说 犬类围着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粘究 哎呀 这个很可怕啊 读起来想起来呢 实际上 有点猫骨悚然呢 因为如果你去看诗篇22篇啊 你会发现呢 这个诗篇22篇呢 大卫在头半部分呢 是在讲说 耶和华的仆人 经历了多少的苦难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部分呢 他忽然就转了哈 说耶和华 你是值得称颂的 这个那个说了很多 那很多学者就说哈 那这个呢 好像给那感觉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 就是这个主语啊 他就过渡了 他忽然就换了 前一半说的是他 这一遍呢 变成了你 实际说 如果在一首诗里边哈 他和你这应该是一个主人 一窗下来的嘛 所以呢 当时人们也很不理解 他为什么这么写啊 而且呢 写的呢 非常的形象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研究 那也是呢 到了这个时候啊 人们忽然发现呢 哈 耶和华的仆人 如果把这个仆人 把他具体的 耶和华的那个仆人 就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 就是基督啊 那么这个仆人呢 他要经历什么事情呢 那22篇呢 是典型的 对他整个 他要被 定十字架这件事情呢 一个形象的描写 扎了手和脚 什么刑罚 或者什么事 让他们扎了手和脚呢 分了外衣 分了礼仪 只有他作为一个罪犯 被处死 而且是十字架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那这个呢 是扎了他的手脚 然后呢 说这个 分他的礼仪和外衣 这个啊 我们再往下来看 看到呢 27章38节啊 马太记载这么一句话 他说当时 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那这个情景呢 我们都很熟啊 说起十字架呢 一般划三个啊 一边一个强盗 那 这个呢 在这个 其他福音书中呢 就记载的非常详细了 他们之间有对话 然后耶稣呢 告诉 这个强盗呢 求他 耶稣呢 就说今天 你就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了 那么我们如果再去看 以赛亚书53章啊 50到53 记住啊 这个仆人之歌啊 他在里边呢 他就这么说 耶和华说啊 说 所以我要使他与卫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军分 卤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先知以赛亚呢 他讲到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呢 他说这个仆人呢 他要做很多事情 征服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君王都匍匐在他脚下 忽然间说了这么一句啊 他说呢 耶和华说 他做了这些事情啊 所以呢 我会怎么的呢 我把他与卫大的同分 一样的平等的啊 与强盛的军分裸物 这个是过去中东常用的手法 就说他跟最强盛的战胜了 然后大伙一块分这个战利品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将命倾倒 以至于死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那这个是个很强烈的对比啊 如果你去看53篇呢 这个以赛亚书53篇 你会发现呢 这个写的就是 很没有逻辑性 为什么呢 前一句说 他是耶和华的仆人 征服了很多的君王 哎呀 这个天下都匍匐着他 这个他去征服啊 分这个供物啊 忽然间说呢 他是经历了什么事情啊 列在罪犯之中 担当多人的罪 为罪犯代求 人们一直不理解啊 什么叫做列在罪犯之中啊 一个君王也好 将军也好 伟大人物也好 他怎么能够被列在罪犯之中呢 但是到了这里呢 我们一看呢 这个呢 又对上了啊 这个是 三十八节啊 到了这个四十节 四十节说呢 从那里经过的人 击翘他 摇着头说 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四十节啊 这说的是什么呢 是当时这个 围观的这些犹太人啊 包括这罗马人呢 大伙在嘲笑定十字架的耶稣 那说你是 你不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吗 你不是说你是神吗 你不是说你有大能力的吗 你都能把圣殿三天之内建起来 那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呗 这很简单的事啊 那我们看呢 列王记下十九章 他有这样一句话 说耶和华论他这样说 西安的处女藐视你 嘲笑你 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列王记下呢 耶和华论到他 这个他是谁呢 是以色列的圣者 在这个这里边呢 也是在先知在说预言呢 说 耶和华向人们说呀 我的圣者 是你们以色列的圣者呀 他呢 也是在这个地上要得胜啊 要战胜很多国家呀 但是在这里忽然加了一句呢 说 西安的处女要藐视你 吃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 那这个呢 他用了一种特殊的修辞方法 他并不是说呢 西安的处女和犹太的女子 他分开 实际是并列的 他的意思啊 有点是这样 就是说 西安的处女耶路撒冷的女子 藐视你 嘲笑你 向你摇头 那为什么举女子呢 那为什么讲个处女啊 他实际是说呢 没有出嫁的女子 就是小孩 小女孩啊 他的意思是说啊 那个 不太被人们重视的 比较地位比较低的 比较边缘的 哪怕就像小女孩一样啊 他们都会嘲笑你 那如果再回到诗篇22篇呢 我们就看啊 诗篇22篇7到8节说 凡看见我的都吃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你再回到那个那里的人 讥笑他这句话啊 说你这拆毁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的 可以救自己吧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你看22篇 说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你看这个话多相近了 是吧 那这个呢 是四十节啊 那么到了这个四十六节 耶稣死之前说这个话 那这个话呢 就更明显了 四十六节说呢 耶稣大声喊 以利以利 拉玛撒巴各大尼 翻译出来呢 这个希伯来话的意思 就是说呢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如果你去看 诗篇22篇 诗篇22篇 第一节 刚开始 他就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 不救我 不听我 哀哼的言语 诗篇22篇 刚才我讲了啊 这个呢 是大卫的诗 人们开始看到这个时候呢 都觉得大卫呢 就在写自己的境况 被人家追得四处跑啊 哎 陷到这个困苦之中啊 他不知道怎么办啊 所以写了这么首诗 实际上呢 我们看呢 到这里我们看呢 不是的 大卫既是君王 也是先知啊 那么神 把这个话 通过他 来告诉人们呢 实际呢 是为了描写 或者说 在预言呢 启示和预言 将来弥赛亚要经历的事 所以诗篇22篇呢 实际非常重要的啊 那这个是46节 那如果到了这个 就是说耶稣 他腿 是不是被打折 这个地方啊 那这个马太呢 他没有详细去描写 那我们如果去看 约翰福音呢 我们呢 就可以看到了 约翰福音19章 在记载这个 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呢 他这样说啊 他说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免得身体 当安息日 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兵丁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 并与耶稣同定 另一个人的腿 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如果我们回到那个14节啊 这个兵丁 为什么不打断耶稣的腿呢 因为他 他用枪扎了耶稣的内旁啊 有血和水流出来啊 他已经死了 那这个细节啊 对应的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看回到出埃及记啊 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六节 我们以前呢 呃 查过这个出埃及记啊 说这个 月节羔羊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折断 这是耶和华神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呢 吃月节羔羊的时候呢 一个条件 让你这个羊羔杀了 炖了 可以的 但是呢 你要注意 这小羊羔的腿啊 这个骨头啊 一根都不能折断 那么 以色列人也不知道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按照执行就行了啊 那既然咱吃羊羔 反正腿不断就不断买 小羊羔能多大啊 放在锅里就炖了 就烤了 就可以了啊 那么 我们看呢 到了这里 他说呢 特别强调 说主耶稣呢 虽然被钉子扎 被枪扎 但是他的骨头呢 一根也没有折断 理论上讲 应该给他打断的啊 让他死的快一点嘛 但是呢 没有 那么诗篇34篇 二十节又说呢 说 神保守他的仆人呢 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折断 所以我们看啊 从耶稣 开始被行刑 这个兵丁开始给他 侮辱他啊 然后呢 一直到他最后 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死了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看啊 这一幕一幕一幕 每一个行动上呢 实际都对应了 在旧约里的 这些预言 那么这些预言 刚才我讲了啊 所有这些旧约的预言呢 他实际都有一个指向 指向什么呢 就是 这是在描写弥赛亚 或者呢 是在描写那位受高者 那位基督的 那我们看呢 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个拿撒勒人 耶稣 他跟旧约这些预言呢 一幕一幕的全都对上了 所以这些预言呢 就非常清晰的指向 所有的这个预言和他的实现 就非常清晰的指向呢 这位耶稣 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预言的这位弥赛亚 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使徒马太啊 就是他在写这个马太福音中呢 他要向犹太人所展示的这样一个谜底 也可以讲呢 马太福音从头到尾 他就在揭示谁是弥赛亚 他在告诉我们呢 说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 为什么以前一张一张在讲啊 还比较隐晦 到了这里呢 就等于公开的讲了 他说你看啊 这个弥赛亚要经历这些事 1234567 那你看现在 这位拿撒勒人耶稣 是不是经历了1234567 他所经历这些东西 是编造出来的吗 是门徒们编造出来的吗 是这个罗马政府故意要配合 咱们怎么跟你们的过去那个传说 配合一下吗 不是好像是非常自然的 这个事情就形成了 但是呢 这些呢 刚好就实现了那些过去的预言啊 所以呢 这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啊 我们听起来呢 可能像这个有点像神话故事一样啊 说这个 好像一些过去的 这个 称语啊 说这个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呢 神他会通过一些方法 一些暗示啊 来启示人 那神为什么不直接向人说呢 某年某月某日啊 公元零年或者是比拉多当政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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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匠的儿子 这样 他就是我给你们的弥赛亚 他为什么不这样说呢 留给大家去思考了啊 我们有几个讨论问题啊 这个讨论问题呢 第一个呢是多少是带了一点 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个问题啊 但是大家可以先讨论一下 就是神为什么允许耶稣被钉十字架 再一个呢 请大家讨论一下啊 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还有呢 就是圣经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啊 在耶稣身上都实现了 那么你认为这些应验呢 他准确吗 或者说呢 这是后人编凑出来的啊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我就把这个时间呢 继续交还给我们的组长啊 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小组时间 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了 谢谢大家